漁業是目前全球唯一還可以採捕到 野生生物的一種產業 那為什麼它還會存在呢 它最主要就是它可以提供我們人類食物的來源 動物性蛋白質來源 因為財捕它 同時它就會有一些經濟價值利益 第三個就是它其實也有一些休閒的功能 可以讓我們在閒暇至於 可以潛水觀光等等這方面的 所以它這個產業能夠還是一直持續維持下去 台灣其實位在這個算是西太平洋 我們的位置大概在北圍歸線附近 實際上是在亞熱帶地區 我們有比較得天獨厚的地方 就是因為隨著季節的推移 在冬天的時候會有東北季風 會帶來大陸沿岸水 南邊的話 我們有黑草水 常年流經 當然在周邊水域不一樣 會有的時候會進到南海 經過台灣海峽 最主要的路徑當然是從黑草經過 在這種季節推移的過程裡面 它就會帶來暖水性的物種 或者是冷水性的物種 這些黑草水或是大陸沿岸水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高速公路 在各個海峽不同位置就好像交流道 我們這些魚就透過高速公路 經過交流道 就回遊這個道 選擇在台灣附近水域 當它的棲息的一個休息站 相對的就孕育很多的漁場 提供我們漁業一個發展的良好環境 其實大概在1960年代 大概在四五十年前左右的話 我們吃這個魚的量 大概還是在10公斤左右 一直到了近兩三年的話 我們每年大概可以吃到 接近二十公斤的水產品 那台灣的漁業發展 大概在民國七十年 大概1980年代達到一個高峰 沿淨海漁業的話 年產量大概有四十萬噸 但是從1980年代 一直到現在 我們發現我們的沿淨海的產量 卻逐年一直減少 一直減少到近年大概有二十萬噸 我們推估它的原因 除了我們沿淨海漁民 非常很認真的工作之外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如主持人講的 很可能就受到氣候變遷 大家有在論述說 有可能是水溫增加 海流改變 主持人提到的酸化等等這些議題 可能就造成這些物種 有一些遷移等等這種現象產生 這個是可能是我們造成 我們沿淨海減產的其中的一個因素 我們很幸運的大概在要看這種長期變化 最好的利器就是透過比較高新的科技 類似像衛星搖冊 或者是當然主持人的數值模擬方式 也是一種可以推估的 大概在1980年代開始 美國NOAA這邊有搖冊 搖水溫的一些資訊開始出現 我們把這些資料做了一些長期分析 我們比較有興趣的就是以冬天的汙語 因為汙語是我們沿淨海漁民 冬天有點像它的年終獎金 如果東北季豐冬至前後來的話 它出海 它很幸運的話 抓到比較多的汙語 就是好像是一個意外之財 增加它的收入 所以我們在分析氣候變遷的議題裡面 我們首先選定這個汙語 來當作我們研究的 了解的 或是評估氣候變遷的可能因素之一 我們過去透過衛星搖冊的分析來發現 如果以汙語的來有的水域 以台灣海峽 代表我們是台灣西海岸這一帶 它的水溫從1960年代大概到我們2010年 大概前四五年之間 這五十年之間它表面水溫增加了1.6度C 當然年代季之間 也就是十年十年的這種變化 有高高低低起溫之間不一樣 但是總底趨勢它是增溫的 在台灣海峽的暖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到汙語 為什麼在2000年到2010年大約在這個時間 最低汙語的產量居然降到四萬五千尾 遠比1980年代254萬尾 有天壤之別的差異 我們把長期的資料跟水市所直接合作 就發現說它的回油來到這邊產暖變動的量的特性 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太平洋十年震盪指數 一般我們叫做PDO 汙語量的變動似乎跟著PDO的變動是有關係的 當它轉正溫這個階段相對比較冷的時候 它汙語來油量就比較高 但是剛剛提到我們台灣海峽一直增溫 所以我們就發現到2000年到2010年之間降到最低 但是這在2012年左右我們又發現到PDO又轉向了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最近這兩三年 我們烏魚的這個來油產量又回到年產量大概有70到80範圍的這個情景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這個烏魚 就是說它的回油跟來油的這個量 是很明顯受到這個氣候變異變遷的這個效應所造成的 所以說從這個烏魚它的這個回油受到這個溫度的暖化 它讓我們的補貨量也很明顯的減少 那這個烏魚的回油它有沒有影響它的位置 這個對 謝謝這個組織人提醒 其實這個氣候變遷另外還有一個效應就是有一些物種 它可能會受到暖化或是海流因素 造成它在空間上的一些推移 那我們也確實有發現到這個烏魚 大概在80跟90年代的時候 它的主要的這個漁民作業的漁場 可能就在台中彰化 甚至以南的這個水域 但是隨著這個2000年一直到最近幾年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它的這個主要的這個漁場的重心 一直已經移到新竹以北了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甚至還在貢寮 宜蘭 過去以前曾經不可能發生的這種現象都發生了 這就代表在暖化的過程裡面 海流的這種趨勢 暖化的趨勢 確實已經影響到我們周邊水域的 這些物種的量跟位置推移的一個現象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因為實際上這個面向可能影響的升級 可能包括產業界 也包括像我們做學術研究的 甚至我們餘政主管機關他們的管理的 的一些這個調適的一些方法 那基本上我比較困難去說這個 這個我們整體產業的這個或是政策上應該怎麼推 或者是要怎麼去調適 從這個科學的這個角度上來講的話 我們建議或者是有一些初步的看法是 在氣候變遷的這個議題之下 或是影響之下 實際上這個海域生態 我們是應該是以一個生態系的這個角度 去看這些每一種物種 或是這個生態系它的反應跟這個變化 比如說這個烏魚 因為這個天氣比較冷 它就來得比較多 但是天氣可能比較冷它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的物種 它就也是會減少 所以整體在這裡面生態系的這種改變跟調適的話 是我們這個產官學院 可以以後慢慢來思考怎麼去 這個在氣候變遷效應之下 來做調適的一個重要的思維 基本上我們就是會以我們周遭所曾面臨的一些議題 當作這個教案 基本上我們就是會以我們周遭所曾面臨的一些議題 我們學生體驗或是瞭解 比如說這個有兩個很明顯的 跟這個氣候變遷的效應 除了剛剛講的烏魚之外 氣候變遷另外一個效應就是極端氣候 我們這個跟我們海洋月 有蠻切身相關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澎湖寒海 那一年這個是Larina Year 也就是一般我們講的緩升一年 這一年的話 這個連續接近大概兩個禮拜 吹東北風的這個風的強度 可以超過6米每秒以上 我們所觀察的 我們不做模擬 我們實際觀察的資料就發現說 這時候東北激風就會把比較冷的大陸液水 帶進到澎湖附近水域 所以它就衝擊到澎湖周邊的相亡養殖 所以大量的海力 這個那一年接近大概不到兩個禮拜 就這個損失至少台幣4億以上的這個產值 那2016年1月的時候 還有一個大家可能了解 霸王旗寒流 那一年的話這個本來我們預期說 2016年應該是聖英年 應該烏魚來油量不高 因為暖冬 但是這個 2016年的這個極端的霸王旗寒流 反而帶來了烏魚 但是卻衝擊了我們西海岸很多的 這個石斑魚的養殖 所以在一陣一戶或者是這個好跟壞之間 很難去斷定說這個氣候變遷到底對我們漁業或是養殖上面的衝擊是如何 所以剛剛講的這種調適確實是我們產官學界要思考的 我們在平常就是把這些例子提供給我們的同學 或者是有興趣的漁業朋友 讓他們了解說這個現在氣候變遷可能已經都是在我們周遭的環境裡面 那我們如何去調適因應 這個他們可能就會去這個因應去思考 那有一部分的漁民他就會因應這樣調適 像這個早期的這個作業方法 現在已經改變了 很多這個嚴禁海漁員利用一個所謂台灣的這個爬往漁業 這種漁業方法已經變成台灣嚴禁海蠻重要的主流 那這個就會不受限於這個環境跟海流這種改變 他只要用燈光局域的方式就可以去因應 但是我們要提醒這個漁獲效率過好的這個漁法 可能會衝擊這些漁業資源 所以在漁業資源利用跟保育之間 在氣候變遷的效應之下 不管是產業或者是管理跟我們科學研究人員 都必須要好好思考這個議題 在賺頭封面上 去請留學研究人員 在智慧中 我們在智慧中 會失去